高麗菜一顆顆擺在攤位上 價格低到不能再低 一斤只要10塊錢 但光是運送北上的成本就要8塊 高麗菜在10月初的時候 一斤還要42塊錢 但是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現在已經來到了一斤10元 暴跌了7成6 菜價真的好慘 高麗菜維持一斤10元 市場最低價 大白菜從二字頭掉到一字頭 跌三成 白蘿蔔一斤10元也跌了3成3 番茄更慘 從一斤50元幾乎腰斬 只剩24元暴跌5成2 一般的家庭主婦的話 买一顆都吃個好幾天 所以即使現在的價格很低 但是銷量也不見得會比較多 因為產地真的量太多了 再便宜也難消化 高麗菜從每天進貨180箱 減少為150箱 全國農會總幹事張永成 選前曾經沈喻言 農委會主委林聰賢 跟北農總經理吳英寧 會是壓垮民進黨選情的稻草 果然宜蘭彰化 雲家和高雄農業縣市 都從綠地變藍天 但農委會只說 九月就有發簡訊警告了 是農民自己還是要種 最連到了現在 面對高麗菜價崩跌 咱們的農委會主委 都還這樣說 這個高麗菜 現在跌到30塊 我們不久追到這樣的狀況 那你就要多吃一點 所以那主委 我們這個農委會 這邊可以幫忙嗎 除了民眾多吃 已經都在幫忙 你以為你是誰 因為我喊一句話 大家都真的吃高麗菜嗎 你都不能拿出一些方法嗎 農委會幾乎失能 今年度以來 從鳳梨火龍果到現在的高麗菜 好像玩俄羅斯輪盤 每隔一陣子 就會有一種農作物價格大暴跌 農民好想問問農委會 他們的好日子 什麼時候才會來 記者華少平 謝偉 台北報導